繼續回來我們職業特工隊 如果你剛剛扭開心機歡迎你加入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打獵導遊 其實是其中一種特色導遊 這個專業就是 特色導遊 令我們很大開眼界和耳界 Raymond令我們增進知識不少 因為我們第一不知道有特色導遊 第二就是我們多了解打獵 有很多朋友是不了解打獵 打獵有很多規矩 釣魚也有 不要說打獵 我們今天先說打獵 剛才我問Raymond 在off mic的時候問他 其實剛才你說過 譬如說你要renew license 你說renew license 當然我們開車也是 看有沒有犯法 看你的record 譬如說當你renew的時候 憑什麼去renew你 或者是reful你 即是不讓你繼續你的license 首先如果你是沒有犯錯 即是沒有違反獵法的前提下 其實你只需要拿上一年的license 去換 例如Walmart 例如很多戶外運動店 其實他們都會有license 給你買 你拿去交回當年的新的費用 他就會給你一個重新的 一個新的 其實還有一件事就是 紐約有一個政策 為了支持多些獵人 紐約還有一個政策 叫做lifetime 即是終身 他的費用會便宜很多 如果你計算 例如假設一個30歲的人 就算了 如果你買一個中新的話 其實是會划算很多 而且他還有一個優惠 即使你將來 將來移到外州 你只要回到聯約 這個政策依然有效 即是你不需要再買 non-resident的license 好 接下來我們要跟Raymond 要問一下他 譬如說 一個打獵的導遊 譬如說 當你做這份工作的時候 你這份工作的範疇 譬如我和梓晟今天參加 那範疇 你的工作是甚麼呢 通常首先 譬如說你們兩個來 想打獵 我首先會問你 想打甚麼 通常不是白套 就是紅癮 因為不會打白套 也不是的 還有一個就是 我可能會提前告訴你 你想甚麼時候去 那個時候 其實不是你想打那隻男 因為烈發是有獅神的 譬如說我想2月1日 我就會告訴你 2月1日其實你不可以打獅子 不可以打老虎 你可能只可以打長頸鹿 假設 其實是不可以打長頸鹿 即是有季度 是有季節性的 甚至乎同一種動物 可能12月31日和1月1日 所用的武器都是有規定的 那你先把這個集中力 放在紐約和紐澤西 譬如說 是否以鹿最多兩個州 隨時都可以打到鹿 因為你駕駛一個Garden State Power 鹿都到處飛 其實都是那句 看Season 其實打獅一般會分為Big Game和Small Game Small Game就是你剛才所說的 兔仔、狐狸、狐狸 狐狸 狐狸屬於小遊戲 對 Turkey是Big Game 是嗎 Big Game是Turkey、鹿和熊 熊 為什麼Turkey是Big Game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想應該是 其實我當時也有點困難 但是打多了 你可能會覺得 因為Turkey是鳥類裡最大隻 不知道是不是 我不肯定 但是我覺得可能會是 那Small Game就是兔仔、狐狸 Small Game就是 除了我剛才所說的 這三樣的所有東西 所有東西都是 即是打分季節性的 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人去Florida 打這個Cocodice 有 鱷魚 有的吧 有的吧 有些警察都打大鱷 專門打大鱷 專門打大鱷 是 OK 你打的時候 譬如我和紫青來參加 我們兩個沒有經驗 其實你的職責和我們 一天的行程是怎樣的 通常就像我剛才所說 首先會和大家做一個訓練 訓練的內容 包括我剛才說的法律 包括告訴你 其實如果你遇到他們打火鍋 會比較好一些 還有就是教你怎樣使用 你們的武器 但其實如果通常 完全沒有經驗的人 其實我們會比較 配合他們在一起 比如說你們兩個 我可能會設定一個 或者設定一個大鱷魚 我們一起在上面 即是要過夜的 不用過夜 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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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從最基本的東西 給你了解一次 然後就會帶你去 我們認為很有可能 出業联盟的地方 那有沒有危險性 你不就很高 我們會有安全 但是基本上的安全 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高 因為其實很多Outfitters 即是我們所謂的主流社會 很早就做這一行 其實如果你那個Hunting街 一直都沒有出事 其實跟車差不多 如果你一直沒有什麼事 其實那個安全 沒有想像中那麼高 那當然我又覺得 一個很有趣 譬如說你獵小動物 應該都不會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但是譬如說 例如說 獵大動物的時候 好像熊癮 鹿 會不會有時有些動物 會發狂 即是會令到 譬如說那些團友受傷 甚至乎你自己的導遊受傷 其實這樣說 因為只要你個人走到戶外 其實都會 尤其是Outdoor的Sport 因為其實打獵算是Sport 其實我們首先是心理上要知道 我們一定會有這樣的風險 我從來都不會避免去談論這件事 但是為什麼我們會接受 那些教育的訓練 其實當你學完整個系統 你就會知道這些東西 其實不是教你打獵的技能 其實這些訓練主要是教你怎樣 保護自己 避免安全 正如我們去學駕駛一樣 其實駕駛也會有機會出現意外 包括你乘地鐵可能也會 但是為什麼我們都會去做 它叫Defensive Driving 是的 這些東西是一定要聽的 我想問一下Raymond 有沒有試過帶一些客人去打獵 但是打不到獵物 那會不會拜慶而回 會不會有投訴 或者有些什麼 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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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想說說 我們會很早 提前跟客人說 打獵物和釣魚一樣 因為獵物和魚都是野生 我們不會保證你一定能打到 如果會告訴你 你會出現打不到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打不到 因為打獵物不是說 你想它什麼時候出現 它就真的會出現 至於你說到的問題 會不會有客人 有的 是一定有的 因為其實有些客人的期望值很高 還有它可能 我一年就只有你五天 我給你了 你居然跟我打不到 它會有的 但是投訴都沒有 因為公司是會理解 公司會理解我們的狀態 等於你去Animal Kingdom 那些動物什麼時候出來 你不可以控制到它們 不用說什麼 只是說去看極光 你沒有可能說我參加這個行團 一定看到極光 沒有可能 是天然現象的事情 其實挺有趣 其實很看團友 大家的安全意識 看他們的經驗有多少 你們才能夠 所謂的度身 去訂造那個套餐給他們 我又問你 如果你一個團 有十個八個人 其實 沒有十個八個 都說四至六個 或者四到六個 六個八個 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見 不同想打 他又想打白兔 我又想打紅 然後他又想打其他 那你講Season 那你group他們 together 通常我們會告訴你 比如說 如果你有意見分歧的話 你只能夠 因為我們公司 不是只有我一個人 你在找不同的 但我指定你的 其實很多人都指定我的 但是我會告訴你 如果是這樣的話 Sorry 不可以 還有其實 其實我們的列法 列美的列法是很科學的 基本都很少說 要你很多動物同時都可以打 只有十多天可以救你 去動物園 數 只有十多天 幾乎全部動物都可以打 說回導遊那方面 Raymond 剛才你說了 是要有安全知識 拿一個安全證明 然後拿一個license 我覺得一樣都很重要 槍枝的問題 如果你是一個導遊 起碼你自己本身 要有槍械的license 那你怎樣 例如我這樣 我拿了安全的license certificate 接著拿了這個license 那我怎樣去拿這個槍械的license 去可以做到這件事呢 OK 這個問題其實又是 我發覺聰明人問的問題 都問得很好 當然聰明人 都是很多朋友很困惑 其實打獵和槍械 根本是兩回事 是嗎 因為我剛才已經說過 手獵其實不一定要用槍 所以槍牌和獵牌 其實是完全完全不同的 兩個概念 但我當時去學打獵 我是要讀槍牌 我要讀回來之後 然後拿個槍牌 我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我是讀打獵 然後拿個槍牌 是的 因為你可以用打獵來作為理由 去申請槍牌 在紐約是相對 因為紐約是算在50個州裏面 紅槍比較嚴格的州 通常他會問你很多理由 以及那個申請的過程很複雜 他會問你買槍來做什麼 通常如果你有一個hunting license 你告訴我買槍是為了打獵 只是買射擊槍的 長槍 對 射擊槍 射擊槍 射擊槍和射擊槍的區別 訓練上面有這兩個區別 射擊槍會分為射擊槍和射擊槍 然後射擊槍就是手槍 如果你用弓箭就不需要了 弓箭就不需要了 弓箭也有學過 弓箭是有專門弓箭的 狩獵安全科 有不同的 有不同的 我用那些是皇帝那些 看電視劇皇帝那些 我才來 那些 皇帝 去廣告皇帝 謝謝